吴用就出得厅堂 历时就点起四五百小喽啰 一个一个手拿棍棒 如狼似虎就扑下山来 李固等人正走到水边 金沙滩上 历时就被这四五百人给围住了 围定之后 吴用坐在众人当中 笑眯眯的点手叫过李固 说李都管 我给你交个十点 卢元外在山寨上已经落草了 做了我们梁山的第二把金交椅 他是不回北京大明府了 已经提了造反的诗 李固当时跪下磕头 说军师啊 我等都是一些做生意的仆人 卢俊逸既然在山寨当了二把手了 你就放了我们的性命吧 我们绝不做伤害山寨的事 吴用点点头 这样呢 让五百军兵解开这个包围圈 然后李固等人呢 狼狈的上了船 头都不敢回 一溜烟的就逃回了北京大明府 大家注意 说到这我们分析一下 吴用为什么要下山 为什么要废势的安排五百军兵 包围李固 这一招就叫做断绝后路 在三十六计当中专门有一计 叫上屋抽梯 先断他的退路 再给他设计出路 他自然就往前走了 可是在整个无用计谋里边 有个关键因素 是时间 因为消息散布出去之后 你得有一个发酵的时间 得有一个舆论传播 百姓怀疑官府追查 然后倾家荡产 这都得需要时间 所以这个上屋抽梯之计 如果要成功 必须有一个前提 就是卢俊毅在山寨上 待得足够久才可以 另外大家也看到 这个人性当中有一个弱点 就是当我们有可靠的退路的时候 我们前进的驱动力就不足 都愿意守着安了窝不思进去 但是当我们没有退路 处于绝境的时候 往往会爆发出巨大的潜力 就能够勇往直前 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精彩 所以大家看历史上 韩信背水一战 项羽破釜沉舟 这些都属于断了退路 然后出精彩的例子 当然了 这个计谋要成功 还必须要让卢俊毅 在山寨上待得足够久才可以 无用跟宋江真会想办法 办法很简单 就是请卢俊毅 喝酒吃饭 一家一家的请 正将三十多人 这一请一天一味 就吃过去一个月了 卢俊毅实在扛不住了 死活要走 宋江假意英诚 说好吧 军师去安排安排 今天我们送卢圆外 这边刚准备要下山 那边就有一个人 嗷了一声蹦了出来 这个人是黑旋风李逵 李逵翻着怪眼 大喝一声说 别人的酒都吃得 俺铁牛的酒就吃不得吗 你瞧不起俺铁牛 我跟你以命相拼 一边喝酒 一边玩命 你自己选吧 卢俊你都吓傻了 这其实都是军师无用 早安排好的 所以请大家特别关注 《水浒传》一个精彩的小细节 叫李逵发脾气 就是每次李逵发脾气 其实里边都有一些管理的道道 他就是扮演 替大家说话那个人 一见卢俊毅比较紧张 宋江历声喝住 你这黑丝不许乱饶 这边无用就劝 说哪有你这么请人喝酒的 回到跟卢俊毅说 喝酒吃饭总无恶意 要不然卢源外 你就安慰一下这个铁牛 吃他一顿 不差这一天 吃吧 结果李逵放下 这步军头领 吃了 吃完了 那马军头领你得吃啊 正将吃完 副将吃 副将吃完 偏将吃 这一下呢 又一个多月过去了 眼见着中秋节就来了 月亮越来越圆了 风越来越凉了 树叶已经黄了 菊花已经开了 卢俊毅呢 心里只有一个感受啊 露从今夜白 月世 顾湘明 每逢佳节 贝思青 想家呀 这一天 卢俊毅掉着眼泪 跟宋江说 哥哥 我真吃不下去了 你放我走吧 宋江点点头说 好的 卢源外 这一次 真的要安排你走了 这边准备了 吹骨手 那边准备了轿子 给卢俊毅准备了行囊 打点了包裹 拿上他的刀 他的霸 热热闹闹 终于把卢俊毅送到了水边 金沙渡口 卢俊毅这会心里有底了 真是要送我走 拿了十两银子 收拾东西 卢俊毅过了水坡 来到汉路 奔着这个大明府就来了 大概离城 还有一两里地的时候 突然发现 路边闪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中等个头戴着破头巾 穿着一身蓝绿的衣服 扶在路边探头探脑 卢俊毅走近一看 竟然是燕青燕小乙 卢俊毅说 你不是小乙吗 怎么这样了 燕青毅抬头看到卢俊毅 没等说话 眼泪就下来了 卢俊毅说 赶紧说怎么回事 燕青看了看左右 说 园外 主人 这个地方说话不方便 找一个安全之地 也不管卢俊毅 愿意不愿意 直接拉到树林里边 往地上一坐 燕青的眼泪就下来了 说主人 自从你走后 不到半个月 都管理故 带着家里人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 就给全公司的人 开大会 说 卢园外 你已经在梁山入了火了 做了第二把金交椅 这算是不回来了 而且家里边提了反尸 墙上有 卢俊毅反四个字 所以 李故就夺了咱万贯的家财 而且 跟那个夫人贾氏 已经做了夫妻 这一对狗男女 到官府里边 还举报了你 官府 已然发下通缉令 要捉拿于你 他们在家里 设了圈套吧 原来 这个燕青是来报信的 由于李故 使了阴招 罢了家产 把燕青 就挤出了卢府 可怜这个英雄 落得路边 乞讨悲惨的地步 面对此情此景 你说 卢俊毅怎么办 当时 卢俊毅的脑袋 开始激烈地运算 这边是李故 这边是燕青 我信谁 信李 信燕 信燕 信李 卢俊毅开始想 我们管这个呢 叫做信任感管理 一个领导 你有好多身边人 每天大事小情的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你作为一个领导 你信谁不信谁 这种信任感管理 如果管不好的话 那这领导就 指挥不了大局 坐不住阵脚 那你说 卢俊毅最后的选择 是什么呢 我们这位糊涂的 大企业家 最后居然选择了 相信李故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根据卢俊毅 他的生活经历和事业发展过程呢 就总结几个创业过程中的规律和经验给大家 我们从卢俊毅身上可以借鉴很多成败的经验 经验之一 叫做信任管理出了盲点 理性信任变成了盲目信任 这就是说的卢俊毅犯的错误 卢俊毅盲目信任 决定信任李故 所以回过头一瞪眼睛 他跟燕青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 你这私修来放屁 各位 燕青来救卢俊毅的命 卢俊毅竟然这样侮辱燕青 不过燕青不介意啊 真是忠诚 燕青继续枯败于地 在那解释 但是卢俊毅完全不听 卢俊毅大喝一声 说我家五代在北京大明府住着 广有家产 社会地位很高 人人都认得 这李故长了几个脑袋 他敢抢我家产 占我老婆 他不可能嘛 你就在瞎编 你为什么要编这套话 莫非是你做了什么出格的事 现在来挑拨是非 你看卢俊毅不信任你 还反咬一口 说你燕青挑拨是非 等我回去查明真相 看我收拾你 燕青掉着眼泪抱卢俊毅 卢俊毅二话不说 抬起来一脚 把燕青给踢在一边